柏柳观光局 台湾办事处在今天表示 即日开始放宽 柏柳跟台湾旅游泡泡的规定 只要施打过一剂 包括了高登 疫苗在里头的COVID-19的疫苗 入境柏柳免隔离 另外如果旅客 没有施打第一剂疫苗 跟想要施打第二剂的旅客 柏柳卫福部仍然可以免费 来提供莫德纳的疫苗 这最新消息先提供给您 同时来关心的是 南韩影集鱿鱼游戏风靡全球 使得全球最大的 影音创流平台Netflix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增加了438万的用户 不过也因为 鱿鱼游戏实在太红了 大陆影音平台 疑似出现了抄袭争议 引发网友抨击 这回这起争议是因为 这次来看是优酷在20号表示说 将在2022年 推出这档综艺节目 名字就叫做鱿鱼的胜利 但是因为节目海报 字体设计还有游戏的模式 跟鱿鱼的游戏 这相似度实在太高 不断登上月搜 也引发了这个网友 大陆网友排山倒海 质疑抄袭 优酷随后立即重庆 曝光海报是工作的失误 他们并无意抄袭 也晒出了新白的海报 希望能够平息众怒 根据了科技媒体的报道 脸书执行长 这个左克博 预计最快在下周 把脸书要改名字 名称预料将以脸书 目前希望打造的 这个元宇宙为主 但到底新门称为何 现在引发了讨论 媒体分析 领书改名的部分原因 是因为过去以来 有不少负面的形象 而元宇宙这个名称 其实起源于科幻小说 史蒂文森 1992年作品雪崩 用来描述人们 逃离了反乌托邦 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 不过领书这个名字 可能会保留成为 集团母公司的 社交媒体品牌 就像是IG或是WhatsApp一样 首尔航空展的盛大举办 不只有精彩的飞行秀 南韩总统文在寅 更是破天荒 来搭乘了国产的战机 飞到了现场 来参加开幕的活动 他不只想要展现 坚强的国防实力 敢誓言将会带南韩 进入全球七大宇宙强国的 行列之一 喷射机喷出五颜六色的彩烟 南韩空军黑鹰飞行表演队 在天空画上太极旗标志 飞上天的还有南韩国产 FA50战鹰战斗攻击机 其中一架上面在的 正是总统文在寅 他穿着全套飞行员装扮 还在战机内竖起大拇指 受到疫情影响 所有航空战时隔两年 才终于再度举办 这次规模更加盛大 有28国440个企业 共襄盛举 展示了包括以色列的 铁穹防御系统 南韩的拦截长城飞弹系统 和海军陆战队的 攻击直升机等战力 文在寅誓言南韩即将进入 全球七大航太强国之列 展中还首次公开了 南韩自主研发将近12年的 运载火箭 事件号的75对 一体引擎和卫星 而在21号下午 南韩将发射事件号 目前已经完成了起诉作业 事件号在飞行16分钟后 会把人造卫星的模型 送到700公里高度的轨道 而同一天 北韩也恰好发射了飞弹 文在寅尽管没有直接提到 北韩但强调 将以更强大的国防实力 来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 接着我们的运转报道 俄罗斯疫情升温 单日死亡数在创新高 确诊病例飙升 因此俄罗斯总统普丁 同意政府提议 10月30号到11月7号 全国停班9天 但是工资丈夫 希望能将疫情控制下来 而带你来关心最新说法 措施将从30号开始实施 普丁还提到各地可以应叫情况 将停班期间往前 或是往后来做延长 政府则是再次呼吁民众 尽快来接种疫苗 俄罗斯疫情很严峻 20号通报新增 34,073例确诊 另外有1028人病逝 死亡数在创新高 我国驻俄罗斯代表处也有一人 这个一位人员在18号确诊 目前已经依照了规定 进行居家隔离14天 这一位人员在18号上 至您是一位人员在18号上 最新的卖上 一位人员在18号上